红色的衣服,女性内衣,脚上吊着巨大的蹭托,悬挂于横梁之上 这个只有13岁的男孩就是以这样一种惊悚的方式死在大众面前 这么奇特的死法,究竟真的是孩子自杀,还是有什么阴谋在里面 巫术,或者是真的为某个大人物续命 非常一案,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有蓝胆 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2009年11月5日中午12点左右 农民工匡济录回到他位于巴南区东泉镇双新村的家中 原本上周末他的儿子匡志军应该去工地和他拿生活费 但是上周末孩子突然打过来电话说不来取钱了 要回乡下老屋去 匡志军属于留守儿童 13岁他还在上小学 平时住在东泉小学隔壁村的一个小平房里 这么小的孩子就独自居住 这的确是留守儿童的悲哀 他每周和父母取钱用于吃饭 就这样一个被疏于照顾的孩子 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应该是挺糟糕的 这次原本要过来取伙食费的孩子没有出现 而随后的几天阴性全无 他的父亲 匡志军决定亲自给孩子送回去 回到家中 匡志军发现前门从里面反锁了 叫门也没人理 这样一来他不得不从后门进屋了 后门呢十分隐蔽 要翻过一条小沟才能过去 从后门一进屋 眼前的一幕让匡志军大惊失色 只见屋内一个红色的身影 直直的掉在房梁上面 匡志军仔细一看 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吊死鬼 不正是自己的儿子吗 他哆哆嗦嗦报了警 警察很快来到现场 经过勘察发现 死者死的真的挺诡异的 死者匡志军双手双脚军被绳索捆绑 脚上还吊着一个大衬驼 屋里的床上还放着半截燃烧 一个打火机放在旁边 而死者并不是掉进身亡 他双手捆绑掉于房梁之上 身上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女士裙装 里面还穿了一件女士的连体泳衣 这女士泳衣胸部还有海绵做成的甲乳 在泳衣的正面胸部正中至腹部 有多个圆形的蜡烛滴落的蜡油痕迹 而掉在脚上的那个大衬驼 则重大一公斤的重量 呈现在警方面前的诡异死亡现场 最需要弄清楚的就是 这是自杀还是他杀 首先让大家注意到的就是捆绑 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掉紧 而匡志军的死法却值得推敲 一根白色的女龙绳从大腿中下段捆好 向前再进会阴部 经过后上方的臀部 再经过腰部 最后从双侧的腋下再反到前面来 从外裙拧口中穿出来 然后和捆绑双手的第二条绳子 会合打结 这么复杂的一种走位 说实在的一般人还真不大懂这是什么操作 不过充满好奇的我还是上网查了一下 绳迹捆绑这种关键字 结果发现这里有点像某些不可描述的游戏里的一种捆绑方式 也称为暴力美学 这就有点意思了 那么这种捆绑一定需要两个人来完成吗 当然想必现场的警察肯定知识面比我广 他们应该不用上网谷歌就直接破译出这种捆绑的精妙所在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用同样的方式捆绑 是不是可以一个人完成 结果证明如果从上往下记 而不是从下往上记 那么是有可能独立完成这种捆绑的方式 所以捆绑不能作为有第二个人在现场的依据 尤其是死者身上有两条绳索 全身捆绑的地方非常扎实 而手部的捆绑却是可以挣脱逃生的 这样一来不像是有人用这么复杂的方式杀害死者 尤其是现场也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在场的蛛丝马迹 验尸方面的结果则是窒息死亡 而死者体内未见任何药物成分 各个器官也没有损伤 泳衣裤裆部位置则捡出本人的经验 死者死亡时间应该在11月3日夜晚的1点钟左右 最后警方根据多种鉴定结果得出的结论 找到了框继军的父母 大概意思就是孩子有一桩屁 在玩一种特别的性窒息游戏的时候 因为意外导致了死亡 这样的结果框继军的父母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孩子才多大 怎么会玩这么奇怪的性游戏 而且那个绳索捆绑不可能是孩子自己完成的 为什么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样的呢 他们不得不质疑警方的办案能力 这样一来这次红衣男孩死亡事件就开始越传越邪乎了 人们开始推出各种版本来推翻警方的案件结果 1点1 有一种说法就是 框继军在死前曾经给母亲脱过梦 他母亲在梦中梦到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戴着一顶帽子 也看不出来长什么样 他和框继军的母亲说 你回家看一下你儿子吧 母亲醒来以后觉得不对劲 就催着父亲回去看一下 1点2 再有说法就是 死者额前有一个针孔 而胸前则别了一朵大红花 这些警方并没有披露 可是为什么不披露呢 因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茅山倒数 警方不愿意推广迷信说法 所以故意掩盖部分细节 1点3 部分民众提供的信息 也有值得大家推敲的部分 有目击者老奶奶描述 在11月3号 又看着一个戴帽子 背着包的男人出现过 至于老奶奶形容的大包 里面是足以可以放得下绳索 秤妥 女装 等等现场所有出现过的东西的 而戴帽子这件事 不由让人们联想到了 框继军妈妈做的那个梦 1点4 警方给出的结案依据是科学检测现场 无第二人痕迹 解剖之后也没有发现孩子身上有任何的内伤或者外伤等等 这证明孩子没有反抗过 而死亡时间则定为11月3日 也就是星期二 那么原本应该在10月30号就拿到钱的框继军 并没有钱吃饭 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生活了3到4天才死亡 他不可能不吃东西 而家里出了一包没有吃完的方便面 似乎找不到这三四天吃过的东西 一个不吃东西的人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吃不了 所以除非有人绑着他 基于上面的种种疑点显示 人们不太信服警方的自杀理论 很多声音提出 这很明显就是他杀 而且是一种凌辱一般的杀戮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方式进行一次杀戮 这里有太多的声音提出了不同的推断 但是最最多的传说则是一种巫术 就是茅山之术 这种巫术其实挺复杂的 据说在时间上 凶手必须选择最阴的一天 而被害者死状必须集齐了金木随火土五行 秤驼为金 房梁为木 永衣为水 红衣为火 地面为土 外加头顶有针眼 而匡济君就是被选中的拥有特别命格的人选 因为他死的这一天正好13岁013天 使用这么深的巫术手法 很明显是在提取一个人的极品金破 为了某些人的修炼而使用 凶手为什么会给男孩子穿上红裙挂上秤夺 那就是要先打散他的魂魄 让他的散魂无法远游 只能在死者附近徘徊 然后用分魂针从前额下针 分散死者其他的魂魄 再把提炼出来的羊魄从胸前的红花引出 按照这种说法就是 凶手先锁魂 再泄魂 最后再提取金魂 红衣男孩的死亡事件 就这样被越来越邪惑的说法充实 甚至有群众质疑警方如此草草结案 难道这里面会有官方的人参与这种取魂修炼的活动吗 当然人类通秉计时 一旦某件事被多人提到 甚至传说将会变得越来越真 这样一来警方不得不出来辟谣 也给出了大量关于变态心理学方面的性窒息的解释 刚刚开始有性意识的孩子 他们在心理不健全的状况下 容易迷恋一种变态的性快感 而性窒息则可以理解为 喜欢滴血痒的一种癖好 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 用窒息晕眩的感觉来达到性高潮的快感 警方甚至提出来 网上大量人提出来的 关于框继君母亲的梦 和额前的针孔 胸前的大红花 都是子虚乌有 框继君的父母虽然一开始对于结果有着疑问 也曾经请过律师仔细了解过 但是他们还是本着一个家丑 不可外扬 希望事态不要继续发展下去的态度 没有父母愿意消费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 尤其是独生儿子 而所有巫术之说 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关注的手段 其实故事到了这里 我个人对于网上关于取魂之说也是不太认可的 毕竟有点太悬了 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神秘不可解释的现象发生过 但是神秘不等于是迷信 而我本人对于死者 匡之君这种离奇而又诡异的死亡 更关注的点可能不是大家都关注的鬼魂啊 或者信之息之类的 让我最难受的是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 他是多么被疏于照顾 才会死后生出这么多的故事来 活着的时候如果被了解 死后还会有这么多的猜测吗 不管是已经官方定论的他一装屁 性心理变态 还是民间传说的各种质疑他被修炼 混破等等 我都觉得是对他生命的一种不尊重 我只是单纯的希望他没有性变态 并没有被人取破 他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小学生 好了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住订阅留言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